紛紛都是聚焦娛樂業務、搶中場生意 銀魚主席呂志和在專訪時說 慶幸兩年前及時轉型 手到現在 博彩收入已止跌回穩 相信再過兩、三年就到修成期 由蔣佩言不道 十四年前爭贏賭牌,成為澳門新賭王 見證澳門賭業,由繁華興旺到深度調整 呂志和說,慶幸兩年前轉身夠快 看到貴賓廳收入跌,便即時轉工娛樂業務 搶家庭客,終於搜到博彩收入止跌回穩 現在每個月看數字 都有一點點增長 一點點1%那些不算 現在慢慢看得到,不會再下跌 尤其是我說要多看時間 因為我們做出很多娛樂設備 看到人客是多了 數目次,即所謂我們的中場客是多了 他承認要來寶貴賓廳收入大跌 都還要靠減省洗費 但期待兩年之後 賭場和娛樂業務會有新景象 澳門業務看準時機轉型,但本港樓市起跌 做了地產行業超過60年的呂志和 就說仍然未摸通 特別是不明白為何樓價還可以這樣升 今時今日樓價這樣起發 是否正不正常 我都說我自己都不是看得通 我都希望多一年左右 或者甚至兩年,看真正的趨向 是否因為現在樓市發展都不太合理 樓市都跟你們入息收入有關 人家距離得太大 那說應該會有一個調節都說不定 但我不夠膽說 我有這麼聰明的話 我一定買很多地 我現在完全都買不到地 證明我都是很蠢,看不通 既然看不通,有沒有想過膠棒退下火線 他說還有一個心願 就是搞好去年成立的呂志和長 我又說怎樣開始做多少事 讓世界知道到大家心靈氣和 去享受這個世界的資源 但我們這個心願 都不是一朝一夕做得到的 希望放一顆種子出來 有線電視記者蔣沛賢報導 內地進一步生 請進一步 請進一步